下一個要介紹的叫做滑輪 滑輪就是一個輪 周圍有凹槽可以掛繩子 然後這叫做滑輪 有分做所謂的動滑輪跟定滑輪 這個我們做過實驗 然後也一樣 有人把它當作是槓桿的連續應用 這個叫做定滑輪 不會動 圖是中間這個叫做支點 兩端施力跟抗力 然後它是半徑 所以就一樣大 所以它的利弊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 利弊一樣這樣會不會省力 或者廢力 不會嘛 施力幣乘以施力等於 抗利幣乘以抗力 利弊都一樣 所以施力跟抗力一樣 所以它不會省力也不會廢力 所以它不省力不廢力 那幹嘛用它 使用方便 我們的升旗的旗桿上面就是一個定滑輪 繩子掛上去 我在底下手往下拉很方便操作 活旗就會升上去 所以它會使用方便 然後你看圖上顯示的 然後你看圖上顯示的 我往下拉L的長度 要上升L的長度 所以我拉L上升也不會省時也不會廢時 所以它不省力不廢力不省時不廢時 就是使用方便 使用方便 所以使用定滑輪的目的就是為了操作方便起見 操作方便起見 方便起見 OK 抗力幣是半徑直徑 抗力幣是半徑 所以抗力幣比較小是比較長 它會省力 而且力幣是兩倍 所以省力多少 省力二分之一 所以你要出二分之一力量 就可以把它舉起來 疏力只要二分之一 但是 你要切掉一個L 上升整個上升L 你發現左邊要少L 右邊要少L 你要拉L 你要拉L才會上升L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廢時的工具 所以它省力但是會廢時 省力但是會廢時 這叫做 動滑輪 省力二分之一 兩個組合起來 就叫做滑輪組 圖上顯示的是 台灣的國中生會出現的最複雜滑輪組 就一個動滑輪 一個定滑輪 更複雜就把它泡在水裡面 泡在水裡面會變更複雜 那意味是這樣子 所以就有參考書告訴你 我的動滑輪 一個動滑輪就是省力二分之一 一個動滑輪就省力二分之一 這個說法是錯的 不是這樣子看 不是看滑輪 是屬繩子 是屬繩子 是屬繩子來的 比如說 這邊這個圖上面 這個動滑輪有四個繩子掉它 所以我只要出四分之一的力量 但是如果我要向上一公尺 每根子都要少掉一公尺 我就要拉四公尺 它才會上升一公尺 所以省力但是會廢死 我們再看一看 這個再度跟你證明 不是屬滑輪 是屬繩子 看看左邊這張圖 誰受力 假圖下面掉的東西受力 把它綁起來 放起來 OK 這上面有幾根繩掉它 四根 所以 我出力四分之一 拉一公尺 只上升四分之一公尺 要上升一公尺 要拉四公尺 換成右邊這個圖 同樣的包法 包起來 有幾根繩掉它 五根 所以我只要出力多少 五分之一 要上升一公尺 就要拉五公尺 所以 從這個圖上就證明 你是不是屬滑輪 一個動滑輪省力六分之一 不是 是屬什麼 是屬繩子 這種題目在台灣的國中 不會出現 因為我講過了 剛才那個一個動滑輪 一個地方就是 你會出現最複雜 滑輪組 最多是泡在車裡面 會更複雜而已 但是觀念要對 我是屬繩子 知道它會 該出力多少 所以我們就再告訴你說 它不是一個動滑輪省力二分之一 OK